好,大家好,焦点视频,李应聪风水命理的时间 螢光幕又见到我们的李应聪师傅 Hello,大家好,上一集和大家分析完,蔡英文有很大机会连任总统 我们一镜头一转,去回香港自己住的地区 有很多朋友都问,想去了解何君尧先生的八字结构 我们都尝试探讨一下,何君尧的八字就是这个位置 任人年月字月,贵有日,当然都是吉时的 其实何君尧的八字结构属于贵水命格 在五行里面是属水的 而它的八字本身是生在夏天,任人月字 这些都是木火器比较重的八字结构 如果我们看八字结构来说,它是新药的命格 因为它全靠一个金就是生在这个情况 但是这个八字,我自己有研究,因为没有它的时辰 研究它,以我所知,听小道书都说 何君尧议员,家里出身都有背景,不是贫穷的 如果假设何君尧的八字,它的五行真是用金的话 理论上它小时,它是一岁开始起运 走一个饼五丁尾,这二十年是火运 应该出身不好才是对的,有个怀疑 所以我相信何君尧的八字结构 它的起用并不是用金的 它可能是要起火土的结构 才配合得到它这个出身的环境 可能它的时辰有这样的机会 可能是一些,要么是水很重的时辰 要么是火土很重的时辰 令到八字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做虫格 即是顺其气势的结构 才符合它小时的出身不错 虽然它的学历有很多质疑 但怎样算也好,它都是叫做一个有高活力的人 没什么理由,如果八字是起用金的话 走这个火运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家庭成长环境 是这样的情况 好,如果假设它的八字里面是走火土为用的话 即是看回何君尧议员的八字 其实它在2013年开始走这个辛亥运 基本上它的运势就已经走下坡了 因为走这个辛亥运是一个很重的水运 很重的水运 这个任指,61岁走这个任指 又是一个很重的水运 如果八字以火土为用的话 走到这个水运的时候,火就会受伤 火就会受伤 即是没有什么运势的情况 我们看回何君尧 现在的大运是走这个辛亥运 2013到2022年这10年就走这个辛亥运 如果我们之前跟大家说 就是大运是上年和下年 2018到2022年这5年里面 就是走这个害字 就是一个很重的劫财水运 如果假设之间 何君尧先生真是一个辛亥的八字的话 他走这个害字应该是非常好才对的 理论上 但是我们看回今年2019年几何年 又是一个害字 很重的水运 对他来说似乎不是那么顺利 很老实地说 虽然你看到他又做其手 诸如此类 但其实你看到 在这个八月以来 他的祖坟又会被人破坏 他的办公室又经常被人装修 这样的情况 一到很大的烦恼很大的争拗 并不是一个顺顺利利的流年 很明显的 所以他的八字里面的伎水 应该是没有错才是对的 事有奏效 何君尧年都不小 基本上都已经 2018年 2019年 2019年都接近60岁了 即是50多岁到五岁了 他父母当然已经早已过世了 今年2019年几何年 几何年 和他的月处 月字叫天黑地冲 和他的月字天黑地冲 即是父母公相冲 如果是一个平常人的 父母相传的八月结合来说 月处天黑地冲 代表父母的健康 可能要特别留意 或者可能父母是一个归期都不出棋 但因为何君尧的父母已经过世了 当然不可能会再过世一次 但很奇怪 走到2019年几何年 天黑地冲的月处 真的出现了父母的祖墳 会被人破坏的现象 亦是动到月处的位置 这样的情况 这个亦是一个值得大家 大家学命理的人 去一个懂得变通的想法 原来天黑地冲月处 人身自害 人自害 这个三型 不一定是代表长辈过世 可能是你的祖墳被破坏 大家亦可以有这样的现象的留意 好了 我们看看何君尧 他这个劫财运 他要走五年 2018到2022年 都是走五年劫财运 而明年2020年 是庚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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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金水非常有力的榴年 所以在何君尧先生的八字里来说 其实2019年打后开始来说 榴年对他来说 都是很质的 不是很顺利的结构 不过 幸好他有金 因为金虽然是生水 对他的运势不利 但金是代表贵人的意思 即是说 虽然他自己的榴年 又不是那么顺畅 但他仍然可以得到上面的庇淫 众所周知 何君尧来说 都挺得到中央的欢心 会很远 即是说 2002、2001年来说 他仍然可以借助 可能中央方面的关照 可以保存着一些位置 但他自己的官运方面来说 是明显地越来越弱的 因为他行的水 会冲去月令的财官 一冲去月令的财官 他很难可以在事业方面 有更加好的位置 可以得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看回他这个五年就开始下降了 他的运势 幸好他的联署也是代表 就是说这些是掌妹贵人 联署这个人质 因为人害合的关系 所以可以化解一些不利 减轻了杀伤力 但是去到2023 任志这个十年大运 是一个纯杰财运来的 纯水运来的 会令到这个霸气的木火的气场 进一步减弱 所以走到任志运 都见不到他的八字里面 有一个挺好的大运气场 所以其实何君廖先生 在他由小到大 丙五兵尾 勿生己有更述 行这一个几十年的火土运 因为有火 有土 这些运 带着给他 其实他已经走完他的好运 从2013年开始 已经是靠榴莲 跟他绑住 当榴莲的火土都走完 因为2018年 冒失年 就是一个土很重的榴莲 都走完的时候 2019年 旗子也走完的时候 走到害 根子的辛丑 就纯粹对他的命局 是一个不理想的结构 所以何君廖議員 未来的时间来说 就要多一点注意 不可以太过进取 否则可能就会有一个 我们叫做劫财 羊人的现象 就是很容易会有些 血光之灾 或者是破大财 这些事情发生 师傅 我非常担心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何君廖还有什么被人搞呢 何君廖 真的很难说 这些事情就是可能他的地位 第一地位可能被人抢夺 那也可能就是说 会容易有一些 心脑血管的疾病 因为水火相冲 会容易有心脑血管的疾病 这方面就是 何君廖議員 就要特别留心的地方 OK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 一个人会死亡 我们以命云命 就是分析一下 如果他有缘 看到这段影片 都知道自己 未来应该要保守一点 OK 好了 那今集的时间到 我们多谢你应聪师傅 那我们下一集回来 可以和大家讲一下特朗普 不如 好吗 好啊 那我们下一集和大家 远离这个香港 台湾东南的地方 我们去到美国 看看特朗普的白天结构 OK 再见 拜拜